今天讲的主题 哈耶克 伟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 那么讲这个哈耶克 心中还是有小小的激动 如果是在一个正式课堂 我希望每个学生都站起来 向这两位人类伟大的先责 先贤 致敬 30秒钟 保持强大的精力和经济活力 能够对这个世界的独裁者产生压力 这是我们对哈耶克 米塞斯 保持敬意的另一方面的原因 为什么对哈耶克以及他的老师米塞斯 要抱有这样崇高的敬意呢 如果说我们今天 我们对我们的未来生活 对我们的自由和中年 还抱有一线希望 那么是因为在哈耶克 米塞斯的理论思想指导下的 自由世界依然兴盛 依然繁荣 依然强大 所以给我们这些被奴役和压迫的人们 带来了一线希望 那么另外一点呢 如果说这个世界呢 有先知先觉者 哈耶克以及他的老师米塞斯 无疑是两位之一 其中的两位之一 那么在二三十年代呢 欧洲弥漫着费边社会主义 那些貌似公平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设计 以及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的幽灵 明明在俄罗斯大地 东南亚 以及那些新兴的国家的上空的时候呢 哈耶克以及他的老师米塞斯 及早地预言了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集体主义 对人类文明的危害 以及对人类自由和宗言的剥夺 这是我们今天 对这两位先知先觉者 表示敬意的最主要的原因 那么今天的哈耶克 以及他的老师米塞斯的经济思想理论 以及社会学理论 影响至今也是非常深远的 我们知道 七十年代的铁娘子 英国的首相撒切尔 他的整编放着一本书 就是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 那么里根总统的经济改革 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改革 都是来源于哈耶克的 自由市场经济理论 都是小政府大市场 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让这个经济体自发秩序的发展 从而呢 挽救了英国的经济 挽救了美国的经济 让今天的美国依然保持 他们的自由的价值观 那我们再看一下 今天的特朗普总统 美国的总统 他的老师 特朗普的老师 就是他的思想理论方面的老师 价值观的老师 客观主义 安兰德的客观主义 也是来源于哈耶克的思想 哈耶克的自发秩序 哈耶克的个体主义 等等 哈耶克的正义论 这些理论 指导着今天 美国的经济的改革 所以说呢 哈耶克和他的老师 米塞斯呢 这近一个世纪以来 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的影响 以及对人类未来文明的影响 和进程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所以今天谈到哈耶克 是应该 我们今天这个 还没有完全实现民主 完全没有实现自由市场经济的中国 特别值得关注的 因为今天我们中国出现了这些经济平静 或者要即将带来的经济危机 那么在20年代的时候 哈耶克早已经有所预言 就是他的商业周期理论 和货币理论 早已经给予阐述 像哈耶克发表商业 他的商业周期理论 和货币理论的时候呢 那时候美国的那个30年代的经济危机 经济萧条没有出现 但是哈耶克也已经预言 美国的这个这次大的经济危机 将会出现 那就是中央政府的信贷的扩张 造成的这种经济危机 先回正传 先介绍一下 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 以及思想家的生平 而他的出生 哈耶克呢 出生于1899年 死于1992年 是奥地利出生的 英国知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 哈耶克呢 是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 因为商业周期以及货币理论 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代表作有通向奴役之路 个人主义以及经济秩序 哈耶克呢 在学术上属于奥地利经济学派 但是在后期呢 和奥地利经济学派 大的方向 比较相一致的芝加哥学派呢 与哈耶克的这个 还是非常有渊源的 因为呢 哈耶克在他晚年的时候呢 就是在芝加哥大学任教 从而影响了一批后期的 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像弗里德曼等等人 所以虽然 芝加哥学派呢 在某些观点上 和奥地利经济学派呢 有些差异 他们强调的是 有限的干预 和这个哈耶克的这种 完全自由的 放弃国家干预主义的 这种思想有所差异 但是哈耶克的思想 依然影响了芝加哥学派 思想的发展 那么谈哈耶克呢 必须谈到他的老师米塞斯 其实米塞斯 为什么哈耶克 这样有名气 很多人基本上 不是非经济圈的人 对哈耶克都有 有所闻名 但是对米塞斯 反而是感觉非常陌生 因为哈耶克获得了 1974年的诺伯尔经济学奖 所以哈耶克呢 这个名气呢 就比较大 另外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呢 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他在这个时政圈 在这个追求民主 向往自由的人的心灵中 是一作圣经式的著作 所以呢 哈耶克的名气呢 就比他的老师米塞斯的影响大 名气大 但是其实米塞斯的伟大 甚至要高于哈耶克一点 为什么这么想 因为哈耶克的很多思想 包括他的商业周期理论 包括他的自发秩序 以及对社会主义的批判 都是在他的老师米塞斯的思想基础上 发扬光大的 所以呢 但是呢 米塞斯非常不幸 在米塞斯发表批判社会主义的 这些著作的时候呢 那时候呢 正好是凯恩斯主义 以及国家干预主义 在欧美盛行的时候呢 所以说米塞斯呢 被视为是异端 不但在学术界 在思想界都被排斥 米塞斯的一生呢 非常的寂寞 也非常的落魄 甚至不能够获得一些欧美大学的 一些终身教授教职 这些职位 但是这都不影响米塞斯思想的伟大 也不影响米塞斯 对于后期奥地利经济学派的 一系列著名 像璀璨的星星一样的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 学者思想的影响 不影响我们今天 对于米塞斯 这位人类思想史上的大师的敬意 有一个学者说了 一个米塞斯顶替 五个诺贝亚经济学奖 可见米塞斯 他是多么伟大 以及他的思想是多么有鲜艳性 米塞斯是自由主义思想家 他们 哈耶克在大学时候 开始接触米塞斯的思想 然后受到启发 哈耶克毕业两年之后 和米塞斯合作 共同研究经济周期 提出了 所以说 这个商业周期理论 应该叫米塞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 那么谈到这个哈耶克 就必须除了我刚才谈到他的老师米塞斯之外 还要谈到一个影响声援 影响 影响巨大的一个在欧美流行的经济学派 那就是奥地利经济学派 奥地利经济学派呢 是一种坚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经济学派 那一般认为呢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形成于1871年 卡尔蒙格尔的经济学原理的发表 为什么他叫奥地利经济学派呢 因为他的代表人物 卡尔蒙格尔弗里德里西 编维塞尔奥根编彭巴维克 路德维西编米塞斯 路德德里西 奥古斯特编伊哈耶克等等 你可以看出他的前缀名字 都是日耳曼人的名字 都是 所以这批人呢 全部大多数都是来自于维也纳 就是奥地利的维也纳 所以呢 他们叫奥地利经济学派 他们呢 是建立的是一种 以个人消费心理来建立的理论体系 所以他们也被称之为是维也纳学派 或维也纳心理学派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研究方式呢 和英国古典的经济学是相同的 可以说呢 它包含了大卫修默 亚当斯密 大卫里加图 弗里德里克 巴斯夏等主要的经济学家的研究方式 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呢 只有在逻辑上出自于人类行为原则的经济理论 才是真实的 这种理论的正式名称叫做人类行为学 所以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奥地利经济学派为什么有那么样的影响和客观的真实程度呢 他们或者说他们叫做微观经济学 就是因为他们是从人类行为学这个角度来研究经济的理论的 以及经济组成方式等等这些经济学的框架结构 所以说呢 人类行为学的方式呢 是经济学家得以以此探索 适用于所有人类的经济规律 这呢就是奥地利经济学派和其他的经济学家不相同的地方 很多的经济学家包括社会主义的经济学派呢 在他们是以一种心灵弄正的方式来推导出 他们自认为追求的道义正义公平秩序等等这些原则 奥地利经济学派呢 不是从这种心灵弄正 不是从道德人权公平 这些所谓的这些道德因素的这种口号之下 来去研究经济学 他们研究是人类的行为学 人类的心理学 个体的心理 心理的个体的偏好等等这些微观的东西 从而得出很多的这些自由市场经济理论 比如说自发秩序啊 以及商业周期啊 商业周期引起 个人偏好引起的商业周期行为啊 等等 这样他们来研究经济学的 完全不等同于像凯恩斯主义 或者社会主义经济学家 他们呢老是以为 自己是非常聪明 能够 或者说自己是非常高明的 非常崇高的 要给这个世界带来所谓的公平秩序 所谓的公道 所谓的人道等等这些 所以说呢 他们呢总是想呢 突破这个自由市场经济学派 所提出的自由市场经济 是一种自发秩序 组成的一种有效率的交易体 而是他们总是想 依靠政府的强制干预 这种有形之手 来为这个经济秩序 为经济的发展 奠定一条道路 这就是奥地利经济学派 和这些其他经济学派 不同之处 也就是奥地利经济学派 更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 所以呢 奥地利经济学派 所主张的政策 都是要求政府减少管制 保护私人财产 并捍卫个人自由 主张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 自由意志主义和客观主义团体 都经常呢 是引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 这些思想 那么这个客观主义就是 我们今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老师 安兰德的提出来的客观主义 和这个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啊 社会正义理论呢 都是有渊源的 前面呢 就是对这个哈耶克的思想 哈耶克的生平 以及他的老师 米塞斯 以及奥地利经济学派 做了一些简介 那么现在我们 这一节呢 就主要讲哈耶克的主要思想理论 就是在政治 政治经济学 政治哲学方面的理论 那么哈耶克呢 在这个方面 有五大理论 第一个就是哈耶克的个人主义 哈耶克的个人主义呢 很多时候呢 被人看作是一种保守主义 但是哈耶克呢 特别强调 我不是保守主义者 哈耶克为什么被人看作是保守主义呢 这是因为呢 这样的 哈耶克呢 是区分了两种个人主义 他第一呢 他抨击一切决策中 理性优先的唯理主义者 这类唯理主义者呢 试图推翻自己认为的不合理的一切 就是我刚才讲的 讲到很多的正义主义 很多的这个政治经济学 或者政治哲学学家呢 喜欢用心灵论证 先提出自己的 那个公平 公平人道 或者说是正义的一些理念 然后呢 以这种理性的 这种逻辑思考 推演出的一些理论呢 来推翻认为自己认为的不合理一些 哈耶克呢 抛弃这种理性优先的 我们说理性呢 就是从逻辑到逻辑 它是完全自洽的 但是这种自洽 是源于理性到理性 哈耶克的个人主义呢 是在波克 托克维尔 阿克通 斯密和修默的个人主义基础之上 这种个人主义呢 认为呢 个体生于社会 家庭内部 以及更紧密环境中的社会关系 对这种个人主义呢 都是至关重要的 社会机制 传统和规则 也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确保的是有序的秩序 非混乱 讲这种交易体的合作关系呢 是价格体系在协调 哈耶克被人称作是保守主义 是因为这个方面原因 他强调社会机制传统规则的重要性 以及家庭隆理的重要性 那么这和保守主义是相通的 但是呢 哈耶克强调的是一种有序的自由 自由 他是第一位的 哈耶克以及 那个 米塞斯呢 都是自由至上的 他们所有的经济学理论 以及 他们的政治哲学理论 都是自由是第一位的 但是哈耶克和米塞斯 有所不同的是 哈耶克强调的 有序的自由 而米塞斯强调是一种放任的自由 所以米塞斯呢 是被人称作为极端的自由主义者 哈耶克的思想理论 第二个呢 就知识问题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论题 为什么是非常重要呢 我们今天的很多的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思想家 总是认为他们掌握了世界的真理 总是认为他们高于 这个普罗大众 他们能够指导 这个人类文明的进程 我们今天这位先当下也是说要支点世界经济发展的这个方向 还要建立人类共生命共同体都是来源于他们认为他们能够涵盖全世界人类的所有的知识 所以他们比普罗大众要高明这种可能性的发生 哈耶克认为全世界的知识是极为风散的 每个人只能接触到他无限小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单个个体可以拥有现从所有知识 如果政府或者其他什么有权势者仍然要想要详装他们知道了一切 那么就会导致一片混乱 看他们要只有具有价格体系的市场才能协调这些风散的知识 看他们要具有价格体系的市场才能协调风散这些知识 而不是哪些这些伟大的哲学家 伟大的思想家 伟大的领袖 来他们详装他们知道的一切 他们要指导这个人类社会 哈耶克的这个知识的这个论证呢 就是他是反中央计划的另一个重要的论证 因为你没有人去能够全面掌握全世界的人类知识 所以就不存在哪个伟大领袖 这个哲学家思想家来去指导 去计划这个整个的经济的活动 那么这一点呢 就是和米塞斯比一样 米塞斯呢 推翻了心灵弄证的这种指导方案方针 对社会秩序的指导方针 他是米塞斯是用经济计算来弄证 公有制计划经济正常用心的不可能性 这就是哈耶克是用知识这个弄证 米塞斯是用经济计算这种方式来弄证 公有制计划经济正常运行的不可能性 那个米塞斯呢 他认为呢 就是任何扭曲的生产资料 和终端的商品价格 都不能够真实的反映消费的需求 真实的反映这个社会财富的变化 以及经济发展的真实状态 所以说呢 只有呢 那个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的价格 终端市商品的价格 才能够真实的反映 每个消费者的个体偏好 以及未来的商品价格的变化趋势 所以他用经济计算这个概念 来替代心灵弄证 那第三个呢 我们就讲这个来自于 贾当斯密和蒙格尔的这个自发秩序 所以说哈耶克的很多思想呢 不是说他是天下掉下来的 他都是继承了自由 古典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派的 很多大师的一些理论 哈耶克把它综合起来了 像蒙格尔 贾当斯密 彭巴维克的很多思想呢 都在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啊 货币政策中都有所反映 哈耶克把它非常给极大称的综合起来 哈耶克这个自发秩序呢 就是对个体主义和知识呢 其实呢就是完美的综合了前面两点 对于哈耶克来说呢 个体在风系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 因为呢 只有个体才有行动 哈耶克所有的这个奥地利经济学派 研究的基础呢 就是说个体的行为学 只有个体行为才能够体现 这个整个的商业经济活动的真实状态 但着眼于他人呢 通过与他人的合作和交易 这样人人都会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 自发秩序 因人际合作本身而形成 在经济中价格体系协调了市场活动 在社会和政治中 社会和政治机制规则 则得到了发展 哈耶克的一个自发秩序呢 将会对他批判社会主义 集体主义 中央集权 以及中央计划经济呢 是一个理论基础 这种自发秩序 就是说 每个个体通过交易 通过合作和他人 形成了一种自发的秩序的交易体 另外呢 哈耶克强调呢 就是说 自由市场经济呢 是法律之下的自由市场经济 是规则之下的自由市场经济 那么这种法律和规则呢 是因为竞争的关系 而产生了这些法律和规则 而不是人为的先制定法律和规则 人们才去执行 那么后期就会产生集权 就会产生垄断 因为人为的 哈耶克这个自发秩序呢 在奥派创始人卡蒙格尔早就 已经解释了社会机制是如何出现的 就是国家是怎么出现的 这个交易体啊 是怎么出现的 认为呢 社会机制是自发的 有机的结果 结果最后究竟是怎样的 无人定然知晓 就说他到底是怎么样的 不是人预先设定的 但是呢 出于他们自立心都穿越了这个过程 这种机制的出现 于是看似几乎是随机的 哈耶克将个体知识呢 置于核心 位置从而推动这些观念 达到更高的层次 第四点呢 就是货币的去国家化 这个货币理论呢 这是在这个经济学界呢 是非常有风起的 就是说每个学派 包括奥地利和芝加哥学派呢 之间的差异也非常大 但是哈耶克的这种货币 货币去国家化的来源于 它的货币的中性原则 就是货币呢 是只是这个商品价值的计量单位 它不是交易要素 它不是起到重要的交易要素 哈耶克不同印这个国家呢 发行货币呢 他提出的这个观点在于呢 认为呢 货币如果归国家掌管 国家也就可以印出无限钞票 对他而言呢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大致呢 就是简单的私有化货币 即非国家化 每一家银行 每一家金融机构 每个企业 甚至每个人都可以创制自己货币 并在市场上供应 与其他商品一样 最优的产品的市场就会形成 且在这种竞争中 最终大概率剩下的是 若干货币占据优势 因为你几百种货币流行 必然的会造成个计算成本过高 黑客的这种货币 货币去国家化呢 至今呢 也没有实现 但是呢 今天出现的比特币 其他的加密货币呢 就有可能让这个黑客的货币去国家化呢 实现 今天呢 我们谈黑客这个理论呢 有一些呢 我们至今也不知道 他这个理论是否先进 比方说货币去国家化 但是呢 他至少给我们提出了一种货币 货币制定的一种可能性 今后会检验出这个货币去国家化 是否和现在这个国家发行货币 黑客所有的这些理论的基础呢 都是认为呢 自由竞争是至上的 因为呢 他特别反感国家干预 那么货币如果是国家发行 就必然会形成国家的 那么第五个就是黑客的 一个另外一个最重要的观点 就是社会正义的不可能性 这个呢 就和我们传统的自然权利学说的 康德啊 诺克啊 自然权利学说和 那个 其他一些学派的这个社会正义 包括罗尔斯的正义论呢 都是有非常 有相冲突的地方的 哈耶克呢认为呢 社会正义呢 是个幻境 是个妄想 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那么我们就开始谈第二部分 就是帮助哈耶克获得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商业周期 货币政策理论 哈耶克解释到呢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 能否是正义的这个概念 不过是个误区 有时甚至是扩大政府权限的一套借口 只有处在行动中的个人 才可能是正义或不正义 这后面我会谈到哈耶克的正义论 和罗尔斯正义论的区别 这就谈到哈耶克的正义论 才是否定型的 他不提出哪种行为 是哪种行为 是不正义的或是正义的 他就否定在这个进化过程中 否定哪种行为 是不正义的 从而就无限逼近 某种正义的行为 讲这个话题 我们先要明白几个概念 第一个就是货币中性 什么叫货币中性呢 就是意思是说 货币量的增减 只会导致一般物价水平 同方向同比例的变化 就是我们所谓的正相关的变化 不会带动实际收入水平的变化 所以呢货币呢 就是中性的 另外呢 就是还有个自然利率 后面因为谈这个 哈耶克三角关系的时候 要谈一个自然利率 自然利率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投资利用率 自然利率和投资利用率 是相等的意思 还有一个就是 哈耶克的货币中性政策 所谓的货币中性政策呢 就是严格保持货币中立 不对经济产生任何形象 以实现 事后 经济均衡的一种货币政策 这个呢 是由 瑞典经济学家 维克塞尔创立 由 奥地利经济学家 哈耶克 加以发展 中性货币政策 他们认为呢 货币当局在静态风险中 应该去除货币的干扰作用 货币只作为表现价值的计量单位 在经济活动中 保持货币中立 既不采取紧缩型货币政策 也不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 商品相对价格就可能稳定不变 经济呢 就会完全处于零通货膨胀的理想 其理论基础在于货币仅是交易的媒介物 货币不是真实的生产要素 因此货币政策呢 只会影响价格的总体水平 而不会使相对价格发生变化 所以货币供应量的变动 不会对社会经济增长 产生实质的影响 理想做法呢 就是货币当局完全采取被动适应做法 让社会市场机制自动的达到均衡 就和我们当前很多的政府采取 比如说 这个社会经济活动中货币量不租的时候呢 他们就是降肿啊 超伐货币啊 扩大信贷啊 这种刺激经济方 这是凯恩斯主义 但是呢 华耶克的这个货币中心理论 意思就是说货币量 尽量不要增大或者变小 要保持货币量的永恒 就会不会影响到整个的 这个货币呢 对这个经济活动的干扰活动 那么经济活动呢 会有时候的 它会扩张 会萎缩 但是如果你的货币量总值不变 那么通过这种各种方式呢 它这个经济活动 会自然的达到一种均衡的状态 哈耶克认为呢 货币呢 只能够保持中立 就不会影响经济自动均衡的机制 这种动态变化呢 有利于经济发展 保持货币中性呢 是实现经济均衡的重要特件 也这就是呢 哈耶克的货币中性理论 三角形的斜边 则代表整个生产过程 产生出最终消费品的货币价值 然后我们再讲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货币利息投资 和整个经济的生产结构理论 首先呢 就要提到就是哈耶克三角 后面的那个商业周期 和这个经济危机的产生的根源 推理的基础呢 都是这个哈耶克三角 哈耶克三角呢 是哈耶克呢 把这个生产结构封为 从最终消费品到各种中间品 生产的一个时序 生产阶段的三角形 三角形的一边代表生产结构的时间纬度 即生产的迂回程度 三角形的另一个直边呢 代表生产阶段 而每个阶段呢 垂直高度代表上代完成的 生产过程的货币的价值 所以呢 按照哈耶克这个三角的生产结构理动呢 就是生产的越迂回 就生产的这个维度 时间纬度越长 则生产最终消费品 所需要的中间产品阶段越多 越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 因为这个垂直这条线就代表中间阶段 投入的资本 就是货币的总值 最后呢 那个斜边呢 应该会产生更大的货币总量 按照哈耶克这个非常复杂的货币利息 投资和整个经济的生产结构理论 如果一个社会消费者 实际的偏好发生了变化 即人们偏向于未来消费 人们偏向于未来消费 则储蓄就会增加 利率就会下降 因为银行就会降低利率 降低储蓄 这样会刺激呢 利率下降了 那个企业家呢 他贷款的这个成本低了 就这样就会刺激企业 企业家增加投资 社会资本呢 就会偏向于投向资本化程度更高的生产 即对接近于生产最终消费品和耗时较短的资本化程度较低的生产阶段的投入 则减少了 结果整个社会的生产结构链条更长了 就时间纬度更加迂回了 相反呢 如果人们对时下的消费 看得更重 人们会从银行里拿出储蓄来进行消费 那么银行为了增加储蓄 他就会提高储蓄利率 利率就会上升 那么企业家的反应呢 那就是说企业家贷款的成本高了 他会减少 这个生产的这一回程度 投资本呢 会投向于直接消费品的生产 也计资本化程度较低的生产 生产的链条呢 就会减少 就是那个三角形的底边那条链条 就会减少 这个呢 就是哈埃克 就是个体的这个理论基础 都是个体行为学 个体的偏好 个体对未来消费 和对于当时消费 对于这个储蓄的利率 对于这个企业家投资的方向的影响 人们对当下的消费 和未来消费的时间的偏好率呢 变动会自发的引动利率的变动 这种利率的变动呢 会引致迂回生产阶段的自然调整 像一把扇子一样 不断的打开或折合 但并不会造成工业波动和商业周期 工业波动商业周期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就是30年代看到了美国的大萧条 大萧条的原因呢 按照凯恩斯的说法 就是有效需求不足 所以国家需要负债经营 负债投资基建 从而刺激社会的这个消费 刺激这个经济活动 克则认为呢 国家不能够去干涉 不能够增发国币 就是让他这种个体的行为的消费的偏好程度 来不断的影响这个企业家投资 或者投资未来的资本程度化更高的产品 或者投当下时下这个消费品 这样呢 它是自然的去均衡 那么现在就知道了 哈尔克以上的理论 我们就知道了 今天我们就要谈到这个商业周期 或者说是这个经济危机是怎么产生的了 哈尔克人认为呢 并不是由于 这个所谓的那种 我们在这个初中时期所说的 由于是资本家的贪婪 或者说是 这个生产计划的无秩序 造成了最终这个消费品的滞胀 就说是零售 没办法销售 有效需求不足 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里面 学到的课程 那么哈尔克这个理论就说 并不是这个原因 个体的偏好 只会使这个银行利率发生不同的变化 从而使企业家的对终端 就是未来消费品和即时消费品 它是自动的去均衡的 自动的来弥补他们之间的关系的 不会发生 就说有一段时间 就是完全去投资未来消费品 从而呢 对造成的整个这个当即时消费品的 这个供应不足等等这些原因 这个基础原因都是来源于 就是说个体消费的偏好 这个个体消费偏好又是什么呢 又是就是哈尔克奥地利经济学会的 个体行为学 威也纳的心理学 由这个理论基础推导出来 哈尔克的三角理论 哈尔克的商业周期理论 说如果是政府所主导的信用扩张 所引起的利率变化 那么就会通就会人为的降低了利息率 把实际的利息率 人为的压低在自然利率之下 刚才我们讲自然利率什么东西呢 自然利率就是投资的利润率 利息率压 这样就会给投资者呢 一个虚假的信号 激励他们增加资本的投入 并把资金投向远离最终消费的资本化 程度较高的生产 使整个社会的生产过程更加迂回 更周期更加长 从而导致了资源的错备 创造了一个人为的经济繁荣 这点呢 就是海域克用他的商业周期理论呢 彻底的批判了中央政府通过扩大信贷 扩大货币供给所造成的这个所谓的经济危机的产生 因为呢 我们通常过去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我们那个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呢 这就是把说这个由于这个自由上经济无序的经营 没有计划经营 最后就会造成这种所谓的商业周期 所谓的经济危机的不断出现 但是呢 海域克认为呢 这不是说这个个人个个个个个消费造成的 个体的偏好造成的 是因为你央行扩大了就货币投入呢 造成实际利率低于了自然利率 来给投资者的一个虚假的信号 以为这个个体的消费的偏好发生了变化 于是去投资未来 所以呢 经济危机是怎么样产生的呢 海域克认为呢 由于央行扩大货币供应 而人为的加低了利率 那么短期内呢 就是降低了失业率增加了产出 为什么呢 为什么降低失业率 因为企业家这个受到这个虚假的信号 他利率降低之后 他这个贷款就比较容易了吗 他就去投资那些未来的生产品 所以呢 那么失业率自然降低了 因为生产增加了 需要雇佣更多的工人 这产出也增加了 但是这个过程呢 是不可持续的 这种繁荣也是不可持续的 因为利率被人为的压低到自然利率之下的时候 我们说的自然利率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投资利用率的时候呢 原来不可行项目呢 变得可行了 就会 原来他的那个投资下来之后呢 他的那个利用率就是自然利率 非常低 没有人愿意投这种利用率很低的项目 但他的利率降低了 他贷款的这个成本降低了 他认为我投资这种项目也是有利用可图了 于是就去过多的去投入 那个原来不可行项目 这样就会导致呢 投资过度扩张 资源被过多的错误在生产高界资本品的项目上 这样短期会造成生产资料的价格的上涨 同时呢 工人的工资也会上涨 因为他投资多了 需要更多工人 那么实验率降低工人 这种溢价的能力就强了 他工资也会上涨 但在这个时候的过程中重要一点 大家注意 就是说人们对消费的实际偏好并没有改变 当人们获得这些新增货币的时候 发现利率已被人为的压低会增加对直接消费的需求 人们消费需求的增加又会导致消费品物价的上涨 从而造成全面的物价上涨 但是呢 这种人为压低利率的这个虚假信号所造成的资源配置 迟早会翻转过来 既消费品不足 迂回生产阶段则过长 资本品的投资不过是过度投资 而是不当投资 这种不当投资结果就会因为投到高阶资本品生产阶段的资本过多 导致生产产品过剩 最后呢 这些不当投资企业的产品滞销 经营亏损 最后不能偿付银行贷款 这样一来呢 待到银行贷款需要进行清算的时候呢 整个金融系统生产过程就会断裂 大萧条随即就会到来 就是整个的一个哈耶克的 论述的经济危机是怎么样产生的 和我们过去所学的那些政治经济学完全是相反的 而是哈耶克认为就是因为这个中央政府的干预 货币的过度发行造成的这个经济危机的产生 所以呢 哈耶克认为呢 现代社会的任何一次经济危机 实际都是对之前的政府干预下的社会 不当投资的一种清算 也可以认为呢 每次大萧条都是政府干预货币和市场过程的一种必然结果 另外呢就是哈耶克的 哈耶克又有意思 哈耶克的这种对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 根源这样的解释 他也认为呢 他反过来也认为呢 就是说任何一次经济衰退呢 对人类社会实际也是一种良药 因为这个造成这种虚假的繁荣资源被配 被错配生产结构被扭曲 这样每次经济衰退实际是对政府信用扩张 央行超发货币所导致的资源错备和生产结构扭曲的一种逆转 从而萧条后的经济复苏也必定清理不良资产 因而向消费者实际偏好 一定注意这个消费者实际偏好 与资源相一致的资源配置的一种回归 说这种经济萧条 你必然已经发生了 那就让它发生 那么是不是会饿死人呢 这是另一回事 我们会想谈 但是呢 只有这种萧条发生了 才会对过去这种超发货币的这种错误行为呢 进行一种回归 最终的回归到哪里呢 还是说的那个他的商业周期理论员的 一定要是去个体消费者实际的偏好 而每次这种实际的偏好 与这个消费品的生产是息息相关的 这样的资源配置才是最合理的 所以哈培克呢 就是始终认为呢 政府干预 这个央行超发货币呢 是经济衰退的原因 但不是解药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 我们今天中间的中国的央行 我们已经知道他超发那么多货币 但是时下这个经济萧条 影响他们政权的时候 他们干什么呢 他们继续 只争引可啊 他们继续超发货币啊 他们要度过今天的难关 他们只有继续超发货币 今天呢 在哈培克呢 已经事实二十多年了 在2008年 2009年 世界经济大衰退后呢 是西方各国经济复苏 步履艰难的当今世界 尤其是为应对这次经济衰退 而采取的极度的信用扩张的货币政策 促使了投资急剧膨胀的当今中国 哈培克的几句话 实在是指责各国政府领导人 尤其中国政府决策层 以及靠近决策层的经济学家们 认真反思和玩味 我们现在呢 继续的靠超发货币 来渡过难关呢 就是以一种饮真止渴的行为 那未来造成的更大的这些危机 是不可避免要到来的 那么怎么应对这种局面呢 哈培克里东就是非常被动 消极的就让这种经济危机到来吧 没办法躲得过 临头是一道 S也是一道 就让他来吧 这样呢 央行呢 不要去再去主动去干预了 然后 我们讲第三节 就是哈培克的通向奴役之路 这个通向奴役之路 所传达的思想 以及他对社会主义 集体主义 集权主义的批判 至今呢 是影响深远的 也是对各个国家 对于 那个在 1929年 1933年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 以苏联为代表的 社会主义 那个承销日上的时候呢 哈培克这样 非常鲜艳性的预言了 这些社会主义 集体主义 必然带来奴役和压迫 这本书产生的原因呢 就是说 许多原先的资本主义国家 政府对于经济 或者政治的管制呢 是越来越多 游走向社会主义 道路的倾向 自由制度呢 快被 成被抛弃的道路了 为什么那时候 英国的工党 都是被对边 社会主义这个思潮所影响 他们呢 看到当时的 苏联那时候 确实 因为这个 扩张性的 这个中央制造计划 经济的 社会带来一时的繁荣呢 就业率的下降的 所以呢 英国的工党 都对这种 社会主义 抱有好感 一些左倾的一些 作家呀 像罗曼 罗兰呢 都是对这个 苏联的这种 社会主义体制呢 是歌功颂德的 但是呢 哈尔克认为呢 社会主义的结果 将和我们的目标 相聚圣源 我们所面临的 不是自由与繁荣 是奴役和苦难 社会主义和法西斯 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极权主义 社会主义呢 远离了西方文明 自由主义的根基 自由主义是西方社会 发展至今的源泉 自由主义对社会的态度呢 就像照顾植物的园丁 为了创造 最适合于它生长的条件 而不是被动的接受 一个已成的制度 必须尽可能了解它的结构 以及这种结构 是如何用作的 所以自由主义和放任主义 是不同的 所以自由主义 是有一定理性存在的 但是完全是和理性的 优先的原则也不一样 理性优先的原则 是从理性到理性 那么就说 现在很多的这个国家呢 就强调一种民主的社会主义 这民主和社会主义 是不是能够相谱相成呢 那哈尔克弄述呢 就说民主社会主义呢 是一种伟大的乌托邦 不可能实现的 民主主义和自由呢 是可以相谱相成的 免于强制自由 摆脱他人专断的自由 从束缚个人的羁绊中获得自由 这是民主和自由的关系 在自由中才能够寻找到平等 而不是从平等中去找到自由 自由一直是这个奥地利经济学派 哈尔克弥赛斯 这些自由至上的经济学家 和政治哲学家 崇高的理想 没有自由 就不要去谈民主 不要去谈平等 社会主义和自由呢 是不能够相谱相成的 人们呢 需要打破物质缺乏的专制 解除经济制度的束缚 才能够获得自由 就是需要获得经济的自由 才能获得政治的自由 心灵的自由 那么社会主义呢 是对经济制度的专断 它不可能给予人们这些自由 所以呢 要求这种自由呢 其实就是要求权力 这种自由呢 是权力或者财富的代名词 那自由呢 意味着权力和财富 很多人都把自由看作 仅仅是新阿上学的问题 不是这样的 自由它是有实际利益的 有新阿夏的这些权力和财富 如果你没有这种自由 你实际新阿夏的这种权力和财富 都会失去 社会主义的起源呢 它就带有独裁性质 从是意志和奴隶中 获雄求平等 为什么是这样 下面一章呢 就会弄出社会主义 为什么它会意志 意志人们的自由 意志人们的 那个个体的解放 哈耶克的认为呢 就是说这种计划呢 是一种拙劣 无效率的工具 我们是为了竞争而计划 而不是用计划去反对竞争 第一点呢 就是说社会主义 它的含义呢 它的目标呢 我们都知道 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共产主义 达到一个暗需分配 物质极大丰富的世界 那么这个世界到至今为止 没有一个国家实现 所以说我们只能够称之为 它是个乌托邦 但是他们要达到社会主义呢 从各个国家实践社会主义 这个历程来看 他们所采取的方式呢 就是废除私有企业 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 创造一种计划经济制度 由中央机构代替 为利用而工作的企业家 自由主义呢 是不是有计划呢 自由主义是什么计划 这一定要说清楚 依靠竞争的力量 需要法律规范 所以自由主义 是需要法律来规范 这就是自由主义的计划 可能用协调 个人的行动来代替竞争 而不是呢 去不断地完善 法律和制度体系 那么就会产生什么 产生集体主义的计划 产生产业中的独立垄断者 一直到今天 我们中国发生的国家垄断 所以说呢 这个自由主义呢 强调的第一支竞争 第二支自由 这两点是自由主义的 两个集中的要素 如果没有这两点 每件事都需要由一个 唯一的中心来加以指导 那一定是令人恐惧的 一定是会造成整个 这个社会财富增长的停滞 一定会让这个整个社会的思想 是一潭死水 有一点就是说 计划它怎么会产生呢 为什么一定 人们就是不知觉的 就会有这种计划的概念呢 这是因为呢 海克对这一点的 进行了深刻的阐述 就是说呢 由于技术的进步 产生了大规模的经济 产生了那种大规模的 这种经济体 那么这个大规模经济体 会产生什么呢 产生垄断 那么这种垄断局面呢 会产生什么呢 会产生对这个社会竞争的破坏 所以呢 就是在资本主义市场国家呢 他们也认为呢 要防止垄断 那么防止垄断的 有一种方法呢 就实行计划经济 于是有一种计划经济的概念产生了 海克认为呢 互相串通的协定 政府政策 才是形成和促进垄断的根本原因 就是说 海克不认为这个规模 大规模的经济 这个技术进步会产生垄断 而是认为呢 互相串通的协定 就是行业之间互相串通 互相达成一种 按私底下的协定 还有政府政策呢 才是形成和促进垄断的根本原因 那么我们今天的中国的一些垄断企业 这就属于政府政策 中石油 中石化 什么 网店呢 他们属于 这个政府政策 但是在这个自由市场经济呢 还有一种就是互相串通的 两个几个垄断行业呢 互相串通来达成这个市场价格的垄断 以及排斥其他竞争者的进入 也说呢 就是说工业文明的复杂性呢 就让人们为了防止社会生活 因为混乱而解体 所以呢 又有这些计划经济的概念的产生 所以我们就希望呢 看让人能够看得着的 人们就喜欢对那些未知的无形之手呢 是感到恐惧的 就说对于这个我们市场 自由市场经济一直在强调无形之手的 这个调控 就刚才我们讲个人消费的偏好啊 他会自动的调节这个商业周期 调动这个银行利率 但是呢 这个计划经济 或者一些政府官员呢 他们对这些未知东西呢 因为看不到啊 心感恐惧 所以就偏好于去搞计划经济 能够看到我今天下达多少指令 这个商品不会短缺 海克认为呢 世界这个和海克的那个知识 知识概念是相通的 就是说世界非常复杂的 一个人一个机关 不足以有效观察所有事实 而做出计划 那么竞争呢 能够体现风权和物价体系的自动调节 海克理论的一些基点呢 都在于就是说 这个经济的均衡呢 是自动调节的 物质物价体系呢 是自动调节的 不需要这个中央政府 央行去靠他们行政手段去干预 所以说呢 并不是认为呢 就是说 现代技术呢 会破坏竞争 除非给予垄断权 使技术免于竞争的影响 否则呢 便不可能利用 许多新的技术的潜力 同时哈耶克也认为呢 新技术可能在竞争中被淘汰 在短期内我们的生活水平不会提高 但是我们选择了将来发展的自由 不仅仅是被垄断发展起来的这种技术 所以他拒绝任何垄断 来维护一个新的技术 在这个方面呢 我们可以看中国政府一贯是干这样的 结果很多大的那个垄断型企业 也是喜欢干这种事的 因为他开发新的技术的时候呢 他需要成本投资 他在这个新的技术 这个没有获得利润的时候呢 他们所采取办法呢 就是垄断市场价格 不让其他新的竞争者 新的技术进入 那么就会让这个 他的技术呢 获得更多的利润 这个这种现象 不就不但是这种中央计划体制的国家会发生 就在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呢 也会发生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 就是说微软呢 他们也是用这种技术的壁垒 去影响 我们没有必要呢 有什么外在的必然性 或者因为这种经济制度 这种垄断能够短期内 让我们这个经济秩序非常和谐 利润率更高 所以我们必须呢 就不要维护这种技术 所以说没有外在的必然性 迫使我们非要走向计划 他一定对计划呀 对于这种垄断呢 海埃克是完全排斥的 他一定要强调 宁可我们在目前的状态下 有所损失 生活水平有所下降 我们也要维护将来发展的自由 这一章呢 就是说海埃克呢 对计划呢 和民主主义呢 也有所脏皮 就是说很多人呢 就说认为呢 这个民主主义呢 就一定会带来 那个公平和正义 但是在这点呢 海埃克认为呢 这个民主主义才 会采取一种计划的方针 就是说呢 当计划所服务的目标 并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 但是大家都一致认为 必须有集中的计划 并没有一个相同的目标的时候呢 其结果就是说 一群人决意 一起去做一次旅行 但没有一致的同意 他们所愿去的地点 结果呢 他们可能不得不进行 一次大多数人 根本不愿意的旅行 每个人都觉得要变化 但这个变化的目标在哪里呢 没有清楚 结果呢 就采取一种民主主义的方式 来去规定 就是说 我们没办法去 做这个 达成这个目标 那么 结果 就以一种民主主义的方式 来投票表决 我们去哪里 结果是 很多人 就是不情愿的 去进行了这一场旅行 这样计划的民主制度呢 一定会导致混乱 全民投票式的独裁 看起来呢 是能够解决这种方案的 就大民主方式 能够解决这种方案 但这种独裁呢 其实呢 是不民主的 他因为 他已经抹杀掉了 各个个体的意愿 所以呢 赛克认为呢 这种计划 和民主呢 也是相冲突的 所计划和民主社会 所民主社会主义呢 这种呢 也是不能够实现的 你有计划 就不可能有民主 第六章呢 我们讲计划与法治 赛克强调的是 一种法治的政府 维护实际上的公平与平等 要为不同的人产生同样的结果 必须给予他们以不同的待遇 涉住目标 使民众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 制定自己的计划 如果一个计划当局的法治呢 形式上是公平与平等的 命令人们走哪条路 政府政策对某人的 种确的影响 已经是已知的 政府必定有所偏袒 把他的评价 强加与民 为他们选择目标 立法者呢 把法律当成了 为他们自己的目的 而易使人民的工具 使专横的行动合法化 这个就是计划当局的法治 和法治的政府完全不同的 所以呢 在这个计划当局的法治之下呢 他们所谓的合法 就是他们有这个宪法 有这个法律条文 所做的行为也是符合法律的 所以就叫合法 合法呢 不等于法治 那么在这种计划当局的法治之下呢 必然是造成什么呢 人治 这就是我们今天中国的法律制度 所产生的结果 他们的法治 最后就是个人治 另外呢 第七章呢 就还谈经济管制 与极权主义 就是说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章 我们通常就讲 社会主义呢 最后带不来公平 带来的只是奴役和压迫 为什么 那么作为一个计划者呢 一个有领导的经济 或多或少呢 他都有中型独裁性的路线 一批专业专家去指导 一个总指挥拥有权力 并负责任 当然呢 很多人说呢 计划呢 仅仅是用于 经济事务 政治 民主政治呢 是可以保证的 放弃呢 一些不重要的自由 换取更有价值的自由 他们是这样安慰的 但是哈尔克对这个观点 是否定的 就是说 你计划用于经济事务 最后会导致你的 自由的彻底的失去 而不是仅仅说 这个计划经济 只是用于经济事务呢 在政治上我们还有民主 但是如果你放弃了 经济上的自由 你最后连政治民主 也会失去 哈尔克还对这个经济的目的呢 给予了就是说 一个评价 就是说 重粹的经济目的是不存在的 经济目的的实现的 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 是一种自发秩序 形成的结果 所以经济目的呢 不是我们追求其他目标的条件和手段 那么其他目标呢 是我们的幸福快乐 终年自由 那么经济目的只是 我们追求其他目标的条件和手段 所以说呢 如果经济不自由 就等于我们所追求的其他方面 都不自由 计划经济呢 干涉了我们的生活 生活的价值 那就是我们今天谈的外汇管制 如果你有外汇管制 我们今天中国不是外汇管制吗 你要拿 你要出国旅游 你要兑换多少外汇 这就叫外汇管制 这样使得公民 不能够自由的去国外旅行 不能订购国外的书报杂志 对外联系的工具 只限于为官方意见所认可的人 或者认为必要的人 经济管制呢 最终对舆计进行了 有效的控制 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海域克对我们这个当前中国 是太有现实意义了 因为我们外汇管制 所以我们不能够自由的旅行 不能够自由的获得 订购国外的书报 这就会影响到 我们对于这个思想的开放 思想的吸收 由于采取这种经济管制呢 就是其实呢 就是当局对于舆论进行管制 另外呢 经济管制通过生产 丰配制度决定了我们消费 通过控制各种行业 职业的大门 决定了我们的职业 你看又控制我们消费 又控制我们的职业 我们生活的地点 与哪些人一起生活 甚至由于计划 人们被封门别类 多样性被忽略了 人成为了一样的人 人呢 融为工具 所以说哈域克定言 就是说 如果没有经济自由的 政治自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但是呢 经济自由意味着选择性 也意味着权力的风险 和责任 这就是 在资本女社会 如果你选择 选择这个职业 选择你的 投资 你是自己要承担风险和责任的 你不能去怪政府 哈域克讲竞争的制度 一种竞争的制度 哈域克一直是强调 竞争和自由 是他所有的 这个经济学理论 政治 哲学理论的 这个 崇高的地位 拥有崇高地位 他的经济制度呢 竞争制度呢 所以应得得到什么 至少有一半是靠他们的才能和进取心的 说这种竞争制度呢 我们强调的说呢 他们能得到什么呢 有一半靠这个人 他的主观能动性 他的才能 他的进取心 还有一半呢 他没有那么绝对的说 完全就是说 这种竞争制度上 所有人都是依靠能力 或者进取 还有一种私有财产和遗产 他没有完全绝对的 把这个竞争制度完美化 大家注意 所以这点 失去了自由的平等 等于是毫无价值 农历与农历之间的平等 看到我们今天的中国 看待百朝鲜 我们就知道 这句话是多么有鲜艳性 这另一点呢 就可以穷人没有遗产 没有私有制度 他们的限制就会很多 他就不如其他人的竞争力强 但相对的呢 穷人获得的自由也多 所以竞争呢 虽然是盲目的 所以竞争虽然是盲目 但是竞争与正一样 两者巨步雄私 相是相对平等的 所以说卡耶克呢 没有把竞争 把自由这些呢 一定给他赋予很多崇高的 价值观 很多崇高的目的 他认为呢 这个竞争和正义呢 两者巨步雄私 是相对平等的 达到一种 就是说 不受这种计划 经济管制的控制 那么在计划制度之下呢 每个人呢 都按照绝对和普遍的权利 来得到他们所应得到的东西 这种制度呢 看上是绝对平等的 计划经济呢 我们都知道了 共产主义呢 就是说 一大二公 每个人呢 他的分配 看起来呢 都是绝对平等的 当然也不是 看起来好像绝对平等 在中国呢 这种私有制 这种权贵 这种等级制度的国家呢 就是受 他们实行这个计划制度的时候 也是不平等的 他们还有那个 他们内部的这种等级 划分 什么13级的这种分配 待遇制度啊 都有 那么唯一在这点上呢 就是古巴的社会主义 这种计划经济制度呢 好像实现了 每个人的绝对的和普遍权利 以及所获得的这个东西的绝对的平等 那这种呢 计划制度呢 谁获得什么呢 是由几个人的意愿来决定这种 来这种制度的 都可以看到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 他们政治局是唯一的 是他们的核心 然后呢 他们就有权利来操管这些权利 他们就有权权控制人民 这样就造成了 所有的经济问题 还是回归到一个政治问题 也就是说 这种计划制度之下的人民呢 他们所获得的这些待遇 所获得的这些物质待遇呢 是由几个人来决定 几个人的意愿来决定的 他们全权控制了这个政府 这样呢 就让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 变成了一种政治 另外呢 他们为了使大家 这种经济管制呢 必然呢 就是说 强调一种集体主义 要让大家志同道合 所以呢 从幼年开始进行政治教育 所以呢 哈耶克认为呢 失去了自由的平等 等于是毫无价值的奴隶 与奴隶之间的平等 第九呢 就哈耶克谈安全与自由 那么经济的安全呢 会造成有限度的安全 第一呢 就是在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下 通过政府的政策制度 保障个人最低限度的收入安全 绝对的经济的安全呢 是规定一个人所享用的特殊收入之安全 所以说在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下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最基本的福利待遇 这一点呢 好多人呢 就是把哈耶克和那个福利 福利主义呢 完全给对立 这是不正确的 哈耶克呢 还是强调最基本的经济安全 就是说 就是在自由市场经济 这个制度之下呢 依然要保障最低的人权 最低的收入安全 解决呢 经济波动 失业的问题呢 就要 去拿别的制度来代替市场 自由市场制度 以保障绝对的经济安全 然后呢 就开始 就开始搞计划 然后呢 就是给予报酬 全凭官方的看法定 这种方式呢 第一呢 不能够激励大家去做 有益于社会的事情 另外呢 他只对领导负责 盈利与风险 都不关自己的事情 那么最后这种 这种经济制度的安排之下呢 就形成 最后去形成了奴隶社会 人的自由受到限制 法不安全的因素越来越多 与初中已经完全相反 所以说 这个公有制的这种 终身 公有制的这种 人人就业呀 看起来是绝对的经济安全 那么其实呢 到最后就两点 就可以说 因为它最后会形成的 是一种奴隶社会 人的自由受到限制呢 最后呢 不安全的因素 反而是越来越多 与这个绝对的经济安全呢 的这个初中呢 就已经完全相反了 再就是说 在这追求绝对的经济安全的 这种思想凶刀下来 很多年轻人呢 都喜欢去 安定的有薪水的职位 而不喜欢企业的冒险 过于热衷于从政 从政以 大家都知道从政 你就会牺牲一部分的 你的思想自由 以牺牲自由来换取 所谓的安全和特权 不追求自由精神 不甘事物 这样的社会 怎么能够获得发展呢 最后 我们把这个 哈耶克这个通上 农业之路 这一点呢 就讲他们前十章 后十章 后的五章 我们就不讲了 确实这个延时时间太长了 第一点呢 为什么是说 在这种计划经济制度 经济管制 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呢 会形成是略臂驱逐良臂 是一种精英的淘汰制 还可以是这样弄述的 那这样的穷体呢 才便于独裁者掌握和控制 以达到其政治目标 在一个社会中 一个人数众多 组织严密 意识形态统一的团体 往往不是由社会中 素质较高的人构成的 原因在于 人们的教育水肿越高 理智越强 其观点口味就越独立 就说是你越有知识 你就越有独立的思想 也就有了更多的多样化 因而就绝不容易去认同 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 或者价值体系 因此高度化一的看法和意志 势必降低团体的道德标准 所以说呢 任何就是说 在这种社会主义的 这个政治制度之下呢 为了追求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呢 那些拥有教育水肿比较高 拥有独立思想的人呢 他们都要消足社旅 去适应这种普遍的 这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 那么他们最后就 如果他们过去是精英 他们最会会浓为平庸 大多数人呢 是并无自己的坚定信念的 涉足成为被灌输的土壤 守法元熟 道德低下的政客 利用嫉妒等各种大众心理 强暴强调 我们与他们之间的鸿沟 画风敌我 以凝聚自己的团体 故呢 这种道德低下的这个政客呢 他们呢 是异于成功的 也是坏人 异得势的主要原因 这点我就不用解释了 中国就是这种逆淘汰的过程 中国越上层的人呢 他一定是一个没有个性 没有自己独立思想的人 另外呢 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是呢 目的呢 可以使手段正确 就是说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任何不 那种不择手段 都成为证据 只问为目的 不择手段 成为合法 如果我们行为呢 是为全体毛福利 则天下 没有任何事不可做 这个在我们这个中国 这个历史 这个社会主义演变过程中 大家都可以看到了 对吧 文革 怎么发生呢 不就是这种 因为他们提出的这种 冠冕堂皇的口号 所以他们可以不择手段 这样的结果呢 就对一切道德价值的否定 因此也是使那些肆无忌惮 唯非作胆的人 得以爬上高位的关键 社会中许多坏事 都是以共同的目标的名义 以革命的名义而实行 所以重新干坏事 乃是增进权力 爬上高位的必有助力 必有之路 因道德良知 而无法做这些事的人呢 将被兵去于权力之门外 这以上就是 这个上面我都不讲 非常大白话 非常明白如稀的 非常的复识 符合我们今天中国的 现实状态 以及这些所有采取 这种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制度国家 前苏联 东欧 都是这种状态 就是越是坏的 越是不得手段的人 越是道德低下的人 他们越容易爬上高位 这是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 因为哈耶克的理论呢 非常的庞杂 宏伟 我只是挑选了两个主要的这个弄点进行阐述呢 这已经快接近了两个小时了 最后一段呢 是那个哈耶克的正义论和罗尔斯正义论的比较 我想听听你们大伙的意见 还想不想听 如果不想听的话 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课程 也确实挺辛苦 我这个口干舌燥 谢谢大家 耐误你们宝贵的休息时间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吧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互相切磋探讨一下